小米你怎么这么狠心呢?你真的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吗?你公公现在昏迷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呢?你就忍心见死不救吗? 请你搞清楚,究竟是我见死不救,还是你们欺人太甚了?我嫁到你们家这些年,不管你们有任何事,你留纸知道让我出钱出力,从来不找小凡他哥帮忙。 你怎么回事?你公公生病了,让你出钱出力,你扯上你大哥干什么?你大哥家有两个儿子要养,生活压力那么大,我怕他花钱,所以就没和他说,他不知道你公公生病了。 有你这么偏心的吗?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?你有两个儿子,两个儿媳妇,我大哥家条件那么好,出门豪车开着,在大房子里住着,你怕他花钱,所以就来为难我们,难道小凡不是你亲生的吗?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,一分钱我都不会再拿了,我更加不会辞职去照顾公公,你既然你这么偏心,你大儿子,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,别再拿这些破事来打扰我。 刘小米,你真是个大逆不道的东西,竟然说出这样不孝顺的话,我告诉你,你要是敢不拿钱,那你就等着我再打你一顿吧,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,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你,一定让你长点记性。 你敢,你再敢打我一次试试,我绝对不会再忍气吞声了。 我儿子当初真是瞎了眼,才娶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,你是不是忘了,我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,你既然已经嫁到我们家来了,那你就要服从我的安排。 我命令你,现在马上立刻辞职过来照顾你公公,二十万也要一分不少的带过来,否则的话,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够了,你不要再自说自话了,我是不会再任你有摆布了,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,真是太不要脸了。 好你个大逆不道的刘小敏,你竟然敢和我顶嘴,你爹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?你到底有没有教养了,敢跟婆婆顶嘴? 既然你不想辞职伺候公公,那你就再多出五万,给你公公请个护工,正好我也不想看见你。 你口气还真大,可真敢要啊,我们家连十万块钱都没有,你居然一张口就是二十五万,你是不是忘了? 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,医生让交三万块钱的手术费,你一天要花那么多钱,立刻转身就走,把我丢在医院里不管不问的。 要不是小凡和我父母及时赶到,我和孩子恐怕就没了,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婆婆。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,你怎么还记恨着,我当时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,那是因为你大哥家孩子放学了,我要给他们做饭,你父母又在来的路上,我才从医院走的。 既然在你心里,大哥家这么重要,你怎么不去找他们要钱呢?我看是他们明明有钱就是不给你吧,你就是欺软怕硬,你只有欺负我的能耐,大哥大嫂每天把你当免费保姆一样使唤,而你一点都不敢反抗,到了我的面前,你就开始耍你婆婆。 我都威风了,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坏女人,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,你给我等着,我现在就让我儿子回家收拾你,看你还敢不敢跟我顶嘴了。 母亲回到病房,就贴油加醋的说了小敏的坏话,儿子,你赶紧回去打你老婆一顿,然后再和她离婚,像你老婆这样的女人,咱们家坚决不能要,她要把我气死了。 妈,是小敏又让你生气了吗?你别生气,就打个电话的功夫,你们怎么还吵起来了? 你这个老婆真是太不懂事了,我都要被她气死了。 你爸现在昏迷不醒,我也知道你们上班都很忙很辛苦,所以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来回往医院跑,所以我就让你媳妇送二十万过来,然后再给你爸请一个护工。 可是你那个老婆回答得非常干脆,直接脱口就说,没钱不去,你说就她这样的,咱们家还能要吗? 一点都不知道孝顺老人,咱们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,她竟然默不关心,不管不问的,她的心也太狠了吧。 妈,这不可能吧,小敏平时挺通情达理的,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? 儿子,我还能骗你吗?我说的都是实话,你老婆就是这么说的,还有很多更难听的话,妈都没和你学呢,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? 好吧,我相信你,这样吧,你现在这陪我爸,我先回家好好收拾他一顿,再说了,这么多年,我的工资卡一直都在你那里,你先取出来给我爸用好了。 儿子,你的钱我一直给你保管着呢,不能花你的钱,我就想用他的钱给你爸抗病,省着他把钱都给他娘家花了,要是不管他,他会把咱们家败光的。 儿子看母亲的态度如此坚决,只好回家找媳妇要钱了。 小敏,你怎么回事,我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,急需要钱做手术,可是你竟然一分钱都不想拿。 爸,你给我一个理由,我知道你身上有钱,你为什么这么小气,为什么不肯出钱给我爸看病吗?那可是我亲爸,是你公公,你怎么这么狠心呢? 张小凡,你自己的工资卡不是一直都在你妈手里吗?这么多年,你的工资少说,也有五十万以上吧?你妈怎么不取你工资卡上的钱出来用,凭什么要我出钱出力的?他到底是怎么想的? 那是我亲爸,我是他们的儿子,我爸生病了我当儿子的出点钱怎么就不行了? 这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?你还要不要脸了?你自己说说,咱们家的钱有一分是你挣的吗?你说的对,你是他们的儿子,可是我不是,我从不希望他们能对我雪中送炭,只要他们不对我趁火打劫就行了。 可是就这么一点简单的要求,他们都做不到,身为丈夫的你呢?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,不管你妈跟你说什么,永远都是对的,你永远都是站在你妈那边。 但是我告诉你,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管他们了,你也别再拿你家的破事来打扰我了。 我身为我妈的儿子,我当然听我妈的了,看来我妈说的对,你就是欠收拾,看来是我平时对你太好了,好到你都不知天高地厚了。 张小凡,你简直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妈宝渣男,既然你们一家都看我不顺眼,那我们就分开吧,省着碍到对方的眼。 你说什么,你疯了吗?就为了这点小事,你竟然要和我离婚,我看你就是欠教训。 够了吧你,我不想再听你说废话了,咱们明天晚上九点民政局门口见吧,这婚我是离定了,我再也不想跟你这样,都妈宝难过日子了。 就这样,第二天,他们就离了婚,而公共因为没有及时,交手术费,没来的急动手术就去世了,婆婆也搬到了儿子的家里。 母子两人从此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,屏幕前的朋友们,你们觉得小敏做得对吗?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